吳勇雲老師 熱烈的掌聲 詠孔老師前 各位老師 又是我 蠻辛苦的 一個下午其實大家很辛苦 早上的時候其實我的想法是 想要讓老師知道說 其實從分析讀者生息題目來中 我們可以發現其實教導學生的能力 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中這麼多 挖一堆東西 其實就是怎麼樣讓他從 可以把自己的經歷講出來 可以把自己的經歷 然後發表他最真實的想法 這是我想讓老師知道說 其實就是這個就是最基本的能力 我們可以從這個方向去延伸 那從一些例子當中我們也可以發現 學生要把他的經歷寫得動人好聽 就要把一些細節做出來 那把細節做出來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細節是怎麼樣安排東西 可以產生細節的東西 而且產生生動的東西 那你就可以從這個部分 掌握這樣的一個東西的時候 那您就可以藉由這些東西去設計您的 教學的東西 教學的教案 甚至是想要教什麼東西給學生 這是我早上想要跟各位老師交流的東西 就在這個地方 那現在下午的部分 就是我想提供一些東西 看是怎麼用的部分 那就是下午的部分 就會提到一些這些材料 下午的部分是有另外會有再有幾個問題 那這些問題其實都是想要提供一些材料 然後這些材料可以教學生什麼樣的方向的東西 這是下午要我們要我想讓老師知道的一個部分 就是有些老師看到那個王一家先生的青春第二課 其實這本書還我覺得還不錯用 因為早上有老師提到說學生的東西太少 那學生的東西太少的時候 我有沒有辦法提供他一些東西 但是這個東西又不可以多到他不想念 因為我想說 哎呀他不知道那個的話 好他賈博師 大家都知道賈博師 因為學生也拿賈博師的那個公司的手機 你想要讓他知道賈博師 結果你發現賈博師賺很厚一本 那怎麼辦 然後發現說我想要讓他知道誰誰誰很有名 然後我要再叫他去看那個人物傳記 哇又一本很厚 結果發現沒有辦法看嘛 他可能也沒時間看對不對 那現在有沒有辦法解決 有 王一家先生幫我們解決這件事情 王一家先生的書幫我們解決這件事情 當然他還是有他的設定的目標啦 他的書還是有設定的目標 等一下我們從我提供的那個部分 我們來去找出來他其實設定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又怎麼樣可以再去讓學生去運用這些東西 去變成他的東西 變成甚至變成學生自己可能 可能以後再說明 論說文當中他可以去運用的一些證明的示例的部分 那這是下午的一個方向 當然也有提到一些抒情文的部分 好 的部分 那話不多說 我們應該好像 因為到五點嘛對不對 到五點那這樣一個多小時 好我們來看一下 來請各位老師 有各位同學 各位老師 我們先看講義的第五頁跟第六頁的地方 我們先看第五頁好了一個一個來 我們看一下 請您用大概五分鐘的時間 十分鐘的時間 請您把第四個問題把它完成好不好 請問一下 請您的請小心 請 請 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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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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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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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